嗨 Barbie 嗨 Ken 经典的台词 粉色的全景是不是勾起了你的童年回忆呢 真人版巴比电影于7月20号正式上映后 在全球掀起了粉色海啸 不仅在英国、巴西、澳洲等多个国家的影院称霸 全球票房更在短时间内突破3亿8千两百万美元 创下惊人又耀眼的成绩 在粉色魅力持续席卷全球之际 巴比电影的宣传工作也成了人们任意的话题 网络近日流传一折视频 在迪拜的著名地标哈利法塔旁 出现了身穿经典泳衣的巨型巴比 撕烂包装盒走入现实 视觉效果可谓十分震撼 事实上就是一折3D特效视频 清零现场是一定会扑空的 另外 巴比电影团队更与民宿网站爱比莹合作 在美国加州推出巴比梦幻屋 并邀请两位粉丝免费入住 这三层楼高的粉色别墅 还有肯尼专属的生活空间 一定会让巴比粉丝为之疯狂 这股粉色泡泡也飘向餐饮业 巴西一家汉堡王分行 也在巴比电影上映之际 将店铺粉刷成粉红色 室内更换上巴比元素的装饰品 吸引不少群众到场打卡 他们也推出了巴比乃希等一系列限量套餐 让顾客品尝到粉色的食物 巴比电影除了邀来好莱坞大咖餐演 这次电影的原生带 更与两大饶舌女歌手 妮奇米娜举和iSpice合作 推出巴比世界新曲 将粉色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在全球各地的电影院 不少影迷也穿上粉色服装 到影院观赏这部年度去做 虽然上映不到一个星期 但巴比的电影收获不少好评 烂番茄指数更高达90%好评 趁着巴比热潮 不妨到影院一趟 亲身感受粉色惊喜吧